剛剛我們看過兩個溫度的混合 現在如果有三個不同的溫度混合以後 那怎麼算呢 這一定會牽涉到一件事 什麼事呢 各位這個80度C 30度C 10度C 憑著一點點物理概念 我們可以判斷 80度COK放熱 10度COK吸熱 30度C到底下來放熱呢 其實我告訴你答案叫做隨便 其實都可以 你假設錯誤其實也沒有差 我們等一下看到 跟剛剛前面兩個物體混合 有一點類似 這個你只要把它移到另外一邊 等到另外一邊 其實它就要怎麼 就要變號 那變號以後 我們對它的詮釋就會怎麼樣 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先看一次題目 那我現在的數字稍微簡單一點 它說質量相等的三種液體 那鼻熱分別是0.6 0.3 0.1 那溫度分別是80度C 30度C 10度C 如果沒有熱量散失 則混合之後的溫度到底是多少呢 好來各位 那我現在提供大家三種基本的方法來算 好第一種方法叫吸熱等於放熱 好那吸熱等於放熱我剛剛講 如果我們用吸熱等於放熱 那要用我們所認為的大的去減掉 我們所認為小的 再強調一次 當我們用怎麼樣 用減少了的什麼能 等於增加了什麼能 那我們都用大的減小的 好不是用墨減出我們用大的減小的 舉個例子我剛剛講的 你原來100塊後來70塊你就是少30塊 少3030是100減70不是70減100啊 我們是少30不要跟我講少負30 這會頭痛 所以如果你用吸熱等於放熱 減少等於增加 是用我們所認為的大的去扣掉 我們所認為的小的 所以呢 這吸熱等於放熱 那質量相同 我乾脆質量假設叫1好了 所以m s來這個墨温呢 假設呢 這個t 那現在這t減10 30度C的我假設它吸熱好了 如果吸熱的話 這個t呢 墨温比較高 所以這裡t減30 msΔt 大減小 好80度C的負責放熱 這個1乘以0.6 那我們剛剛講 你最後呢 這個t呢 80度C是放熱 所以t一定比80要來的小 所以我用80減t用大的減小的 好這是吸熱等於放熱 那我現在呢 馬上讓大家比較第二個式子 叫做總的熱量變化等於0 好 msΔt 這Δt呢 用墨減出 好 msΔt一樣墨減出 這個msΔt一樣墨減出 各位 你多看幾眼 其實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其實它背後的概念 其實是類似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如果你把這一項移到等號的另外一邊 變號是變80減t 通常的道理 你把這一項移到等號的另外一邊 等號的左邊是變t減80 所以其實他們的數學結構的式子 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 是一樣的 是類似的 你懂的是嗎 好 所以呢 你說30度C的吸熱 30度C的放的其實都沒有差 因為如果你認為它吸熱 你會放在這一邊 而你會寫t減30 如果你認為它放熱 你是寫在等號的右邊 而你卻寫30減t 所以左邊t減30 移到右邊 當然是30減t 所以其實沒有差 所以以後遇到這種問題 其實你不用怎麼樣 你不用擔心說 它到底是吸熱還是放熱 隨便 你這個物理隨便想 隨便算 隨便做 隨便對 好 你只要按照這個 標準的這個法則去做 好 基本上 你就算假設錯誤 你按照合理的方式去假設 就算它假設錯誤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怎麼樣 也是可以算出來 那當然你用第一式第二式去做 好像有一點小麻煩 所以第三個叫加權平均 我直接利用怎麼樣 利用加權平均 C1加C2加C3 分支C1T1C2T2C3T3 如果你真的懂它的概念 你代公式 其實我並不反對 好 所以如果你用C1C2C3 相加C1T1加C2T2加C3T3 你把它代進去 C叫做MSC1 好C2MSC3MS 這個C1T1M1S1T1M2S2T2M3S3T3 這樣算出來的話 也許運算上會比較簡單 這樣算出來是多少 算出來是58度C 好 所以提供三個不同的方法 讓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我們剛剛講 吸熱跟放熱的概念 再強調一次 你用吸熱等於放熱 好你要用我們所認為的大的 扣掉我們所認為的小的 但如果你用總值量變化等於0的話 這個ΔH就要用墨減初 列出來四字呢 其實都一樣 只是你對它的詮釋不一樣 所以題目很簡單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體會出背後的物理意義 你的影片 也是對於是 等於是 你做提供的 可以告訴我們 你尋找一下